宁波一男子为了帮助66岁的母亲找到工作 竟然找假证贩子伪造了身份证 不仅孝顺用错了地方 还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 近日宁波的楼老太到多家家政公司应聘保姆工作 但是家政公司表示 只招55岁以下的保姆阿姨 被婉拒后 楼老太便向儿子丁某抱怨 他说给我干我干不了 六十六岁人家不要 那么老了没人要的 得知母亲因为年龄的问题苦恼 丁某挺孝顺 就想着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母亲 苦思冥想中 丁某突然想起小区楼道墙上有半证小广告 这些犯罪嫌疑人大部分都是因为年龄太大 无法从事家政保姆或者保安等工作 所以其抱有侥幸心理 去伪造了一张假的身份证件 将年龄改小 然后去使用应聘 于是丁某拨通了广告上的联系电话 对方说可以办价格两百六十元 丁某便爽快地付了钱 很快 楼老太的贾政就寄了过来 贾政上的出生年月被改小了十年 拿到新身份证后 楼老太很快就找到了一家家政保姆的工作 顺利入职 就在楼老太满心欢喜开始上班的时候 警察却找上门来 因为民警通过侦查手段抓获了李某等七名 涉嫌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犯罪嫌疑人 从李某交代中 民警又追查到了购买假证的丁某 目前 李某丁某等九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记者刘芳芳编辑报道